南摩 南摩 南摩你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千万疆难遭遇 何受词 愿解如来 阿彌陀佛 好 我們現在講到課本第三頁 好 那這裡是在說明 那麼陳佛以前 那麼當時的 印度的這個 這個 思想背景環境 印度的思想一定要追溯到 所謂的婆羅門的廢陀文化 亞歷安人的所謂的廢陀文化 那所以他說 我們看到 佛法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一夜輪迴的觀念 因為這個觀念 是本來 本來印度文明中就有的 那這種輪迴的觀念 在其他的文化裡面 很少有看到 幾乎沒有 西方也沒有 那麼中國 觀念 印度當時就有輪迴的觀念 五道輪迴 六道輪迴 那 一開始是所謂的五道輪迴 那這個 到 那原來 升天啊 輪迴啦 這一些 那麼一開始是審定的 但是到奧義書之後 就是從奧義書之後 開始 有一個觀念叫做 一夜 一夜報啦 就是 個人 一夜 那麼 決定 他解脫 或輪迴 那這 人跟一夜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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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人分成 是 解脫跟 沒有解脫的 那麼 其 大地利 婆羅 如果 被託經 神 在 好 得解脫 他不在被救贖的範圍裡面 當時 輪迴 手 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 我們先看到第二行 奧義書重要的建術 那麼 文化以及佛教 有比較多的影響 那麼 第一個 所謂的範我論 新的範我論 那麼 就是 這個範 是清淨的 因為 真我 所以才輪迴 那麼你透過修正式的真我 如果 你 就 看 這 當然 你的修正 好 第二個 夜感的 包括 有一種 知道真 的 後來佛 也是 錯誤 不是見真我 是見無我 那麼這裡 從 離聚 的 離聚 是 贊送 贊送 他沒有事 說謀廢頭 夜羅 印度的四廢陀 後來 對我們現在的佛法也有很深的影響 因為佛法後來慢慢慢慢 進來的印度文明上去了 那麼最初只有三廢陀 三明 跟我們三明一樣 但是它的概念不一樣 就把原住民 就是被亞利亞人征服了 達羅委 之後 達羅委讀的那一部文化也搬進來 就變成 那一開始是 離聚 離聚廢頭 離聚廢頭是最早的 他是非常早 非常 兩三千年前的 離聚廢頭 那麼 說謀廢頭 辭聚廢頭 列羅封頭 跟阿大婆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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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文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封頭 它最早的 贊颂诸神 就是讲这些什么功劳 宗圣怎么样怎么样 世界怎么来 他的一些书圣 就是贊颂诸神 说谋废陀 说谋废陀 就是 怎么样来歌詠 就是我们的什么战 什么战 类似像这种 这个只是 来说明 但是他把它用成 用行专利 歌詠 就是来赞叹 阿弥陀佛 圣经社 向好 他本来只是个文字 他就出来了 阿弥陀佛 出来了 阿弥陀佛 基本上 阿弥陀佛 要怎么做 类似像这种的 阿弥陀佛 人的战 阿弥陀佛 帝西 阿弥陀佛 就是 你要求富貴 求公平 進行各種的類似 就是要 類似就是這樣 那麼後來 其實後來 佛法在滅之後 其實會滅就是因為他 像佛羅門教靠起來 像佛法 佛法到了明清以後 看 所以你看 還有燒子 那個時候 有道教化的 那麼 還有塑金 那麼 道教化 因為道教都這樣 所以他用道教的儀式 來 因為他認為就是要這樣做 那所以慢慢 也這樣 就是 佛陀是從 他分別 這種有過患絕對不能做 比如說殺生祭祀 你殺女人 罪不屈民 你本來要得福報 結果不但沒福報 還生的罪 是絕對不能做 一種就是 看不出口 有些可做 有些可做 比如說苦行 也可做 變成陀陀行 沒有意義的苦 沒有意義 而且 死了也沒有意義 那有一種是 可以做 先做 不死 是事情本來的善法 你可以 重金 做什麼 是 人們 會 你 有些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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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誰 是 他 有些可做 你 不是送金 就是 本來就是佛陀發明的 是 死 明 明 相見 他们是很多人决定一件事情的 当时的沙门集团 比如说某一个日子 送戒或是受八关灾见 受戒 受他们的灾见 那这个是原来 原来有一些沙门集团就有的 比如说托波启示 这个也不是佛陀发明的 过午不时 这个也不是佛陀发明的 都是随顺当时的世间 那有一些人觉得这样好 人家这样做很好 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比如说过午不时 托波启示这种 比如说剃头发这种 穿袈裟这种 那么这个不是原来的沙门集团就有了 那佛陀觉得这样也不错 就随顺 本来晚上有吃的 那后来后来因为家里头余的关系 那么晚上后来 因为当时有很多沙门集团 晚上就不去托波了 所以说好那这样好 那从此晚上不托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法里面 那么一部分就是对于印度当时的文化 印度当时的文化 一个就是这个会引起过放 不要比如说杀身济世 一种就是可以但是要分别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比如说苦行里面 那么你一辈子举一只手 那没有意义 那么一辈子不洗澡 那个没有意义 但是你说一坐时 我吃饭就坐下来吃 站起来我就不吃了 一波时我就是要一波而已 那么一波过一波多了我就不吃 那么起时起七家 七家起不到 我就我就不起了 那树下坐这些苦行 那么基本上可以砥砺身心 可以这个可以 就是砥砺你的身心的对质 对质你的懈怠烦恼 这个可以 那么有一些本来就世间的三法 世间西谈 随顺这个世间 那可以 世间人看到你这样做 会赞叹的 会欢喜的 那么你随顺世间就这样做 他也有一些善法 或者是不会引起世间人的激险 那印度文化里面 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那佛法 其实因为佛陀本来就是印度人啊 他从小学习是非陀啊 他在印度文化里面长大 所以他清楚的分别告诉你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就是你要分别是非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什么 什么都 什么在 什么状态下 可以做 在什么状态下不能做 有些是一定不能做 那么这一些四种证件 第一个就是 有善有恶 就是好的跟不好的 你要先分 你能做 对你生活 对你的生命 对你的生活 生活的这个品质 提升有帮助的 对于你生命的价值 提升有帮助的 就是对于你解脱有帮助 对于你的修行有帮助的 对于你的身心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乃至于对佛教的 弘扬世间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佛法是鼓励的 那么如果没有 那佛法有邪见的 那么会伤害自己的修行的 会伤害自己的身心的 会危害别人的修行 障害别人的修行 会破坏社会对佛教的信心的 那么这个就禁止不能做 所以你要从文化里面看到 那么这个 这个基本上还有这个阿大佛废头 主要是咒语 那么强调咒语的威德力 原住民本来就有很多咒语 所以什么咒什么咒 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 念了这个咒就怎样怎样怎样 那这一部分的 世废头就是这一些 那后来原来佛法 我们说原来佛法在世废头里面是有简则的 但是大多数也受世废头的影响 比如说赞叹佛陀 歌勇佛陀 甚至原来印度的这些比丘佛弟子 也都是从小学习 从小学习世废头的 包括释迦牟尼佛也是 那么他们有一些人也很会歌勇 比如说有妙音第一的 就唱泛败第一的 那么有很多有天文第一的 还一大堆 但是这一些有些可以有一些不行 那么比如说像你用战颂歌颂 来赞扬佛陀 那么也是被允许的 那就是那你把它编成 编成一个唱颂容易记住的 佛法把它编成成 因为你唱颂有旋律容易记住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佛弟子本身不以这个为主 但是你如果这样觉得 你这样容易记住佛法 那容易有助于弘仰佛法 也不反对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是后来后来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佛法就开始 回到原来的婆人文化 我们就说嘛 中国佛教自从明清以来 就是从从这个西汉东汉传过来 经过南北朝 经过水朝唐朝 唐朝最新生到宋朝开始往下掉 然后到明朝清朝 基本上就 道教化了 那么 基本上明朝清朝 最强调的是什么 奴士道三教合一 就这样啊 所以你看那当时很多 很多都是学奴家的 那么再起来学佛法 他有时候反对佛法 有时候融通佛法 有时候 有时候 赞成就是 洋气这个 这个奴道 这个修学佛法 那像 你像某一大师 那奴家的 但是他一开始 用奴家的态度来反对佛法 后来 因为受到 因为受到 这个廉耻大师的影响 后来开始修学佛法 把他以前批判佛教的这些都烧掉 英光大师也是啊 那你看那个 你看更早的慧元大师 那他是明清以后 比较晚了 慧元大师更早 东晋的时代 那么他十二三岁 都通四十五经 本来要是跟奴家的一个学的 然后后来 后来 遇见道安奖佛罗经 他听了之后 不学了 我又跟道安法师学 都有这个奴家 或者道家的背景 你看那个王阳明 宋朝的 那他也很通 后来融通了 和会了 那他的 他的所谓的道法 是奴学是融通 所以变成新奴家嘛 所以他把它融通了 但是 就 从佛法来看 就好像有一点 又好像是 又好像不是这样的 那么 文化的交流 本来就会有这种现象 本来就会有 那 佛法在印度流传久了之后 开始 甚至有一些 你看到了后来秘密大圣 六世纪七世纪的时候 已经变成原来 陀罗门那些烟共火共 那个本来佛法是绝对禁止的 佛法是绝对禁止的 咒语也是禁止的 后来就慢慢慢慢 反正就很多了 大圣开始强调陀罗尼 陀罗尼跟咒语不一样 但咒语很相像 咒语是 透过这个声音 可以灭罪 可以什么样 陀罗尼不是 陀罗尼是 陀罗尼是 陀罗尼是种词 种于切法 词于切意 你把佛法很重要的意理 收射在很短的句子里面 那么从这些句子里面 你完全了解佛法的说法 那么你依着这样修行 就是他陀罗尼有很多种 但是不外乎是 增长你的智慧 开发你的智慧 运用你的智慧 不外乎是这样 那佛法是以智慧得解脱的 以智慧来断烦恼的 那么你用少少的句子 说是一段的文字 或一段的声音 来收射所有的智慧 其实是这样 举个例来讲 最有名的二十亿友 二十亿友解脱之后 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口诀 陀罗尼就是 六路促长队不能动其心 心肠柱坚固地管法生命 这个是一个修行的口诀 今天如果我们把它 因毅因毅就变成陀罗尼 那我们不知道 跟着送就变成奏 其实是这样 但是这个跟原来婆罗门的咒 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 这个是神说的 所以你送了神说的咒 总就是把 因为废陀天启 这个废陀天启 是神说的 所以他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功德 那么你能够把它送出来 那么你的功德就增上 就变成后来你只要诵经念佛 那送神的名字 讲神的话 那么神就会加持你 但是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你从 你从佛的名字里面 念佛功德 念佛名号 知佛功德 那么你从佛的功德里面 知道 知道佛怎么圆满成就这些功德的 怎么修行才得到这些功德的 所以你就依法修行 依佛所说 如佛如作修行 那么得到这样的功德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念佛 念佛 念佛最重要就是念佛功德 念佛功德 那么依佛所说 如说修行 信愿成佛 我要跟佛一样 那后来慢慢慢慢 诵经也是这样 诵经你要知道 经告诉你的道理 那么修行方法 修行次第 然后这样修行之后 得到什么修行功德 你了解了之后 依教奉行 欢喜信寿 听进去啦 明白啦 做了得到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后来就慢慢变成佛罗门话 废头天晴 这是佛说的 你甚至把那个经典放在那里 鬼神都不敢靠近 那你只要拜了这个经 念了这个经 他就加持你 不是这样子的 后来 这个原来 废头文化是这样说的 那你看我们后来 就慢慢慢慢 受了佛罗门教的影响 都佛罗门教化了 佛罗门三大纲领 佛罗门文化有三大纲领 佛罗门自三大纲领 现在要讲到 就是讲佛法 要讲到佛法以前的背景 就是佛头 什么样的文化中出现 那他怎么抉择这些文化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什么是可以的 什么是不可以的 什么是有天资下可以这样做 什么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这样做 什么是完全不能做 他抉择了什么 他否定了什么 他否定了什么 他选择了什么 然后他觉得什么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在这样 我们也要这样 因为现在也是很复杂 那么我们要觉得 那这个佛教 就有南传北传藏传 那北传里面 又净土宗 又有禅宗 又有天台宗 又有华元宗 又有律宗 那单单净土宗里面 依善导大师的 依这个 依这个慧眼大师的 依勇元寿大师的 不一样 在当时的印度文化里面 后面会讲到六十字道 大家也面临这种情况 就好像我到底要信回教 到底要信天主教 上帝 犹太教的上帝 天主教的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 跟回教的上帝 是同一个上帝 但同一个上帝 衍生下来的 上帝 耶稣只有基督教承认而已 其他的 这个 这个回教或犹太教根本也不太承认 所以 同样一个上帝 但是大家对上帝的教法 对上帝的这个说法 谁才是传承 上帝的 这个使者 这个讲的就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也这样啊 南传北传藏传 各说各的殊胜 北传里面各个中文 都说现在这个 学这个 那么是最重的 是最根本的 那不太一样 就一样往生进土海 有的人念基本上念三个 要师佛的 阿弥陀佛的 跟弥勒菩萨的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 要去的地方不一样 那哪一个比较殊 要师佛那边比较好去 阿弥陀佛那边比较殊 那么这个 当来下生弥勒佛 弥勒菩萨那边 那么不久就来了 还可以随着他来 去那边学习 那我们要怎么抉择 好我们就来看 但当时的文化是怎么样 那释迦佛是怎么样 后来自己 找到一条正确的路 那我们说 那废头天井 佛那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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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万人 想到 透过 那么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你看我们这样也是这样 我們我們透過法會解決種種的問題 地藏法會有地藏法會解決的問題 藥師法會也有藥師法會解決的問題 觀音法會有觀音法會解決的問題 它基本上目標不太一樣 那麼湊透種種法會 那麼每一本金有特殊的供應 藥師金就專門在消災元素的 那麼地藏金就專門在超渡亡靈的 那類似像這樣 那麼那麼但是這一些 這一些新做一些法會都是要婆羅門 都是要比丘比丘尼 在家居士送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功效 比丘比丘尼送的比較有效 特別是越多的人 出家越久的 那麼功力越強的送起來 更是有力量 就變成 這個跟夜報關係不太一樣 夜報關係是我有力量 我給你 神有力量 我透過誦經 透過誦經的媒介 得到神的力量 那麼神的力量 不能直接給你 要透過婆羅門 婆羅門再轉給你 所以一樣 你說我們念咒 時時 那麼 你有能力讓這一些鬼 開煙喉嗎 沒有 那麼透過什麼力量 透過佛的力量 那你念佛 你念這個咒 這個咒本身是佛加持的 你沒有辦法 你自己念 如果佛加持你沒辦法的 這個是佛的咒 類似像這樣 那但是透過你 那在家人不能念 出家人才可以 一樣這個觀念啊 那這些觀念 其實我們仔細分別喔 其實都是從婆羅門這些觀念來的 但是漸漸漸漸襯入到了 就回到原來的 所以後來為什麼印度沒有佛法 因為就婆羅門化了嘛 印度教化 婆羅門教化變成印度教 因為你就印度教化了 印度90% 都是印度教的 佛教沒有啦 佛教後來在印度滅了 為什麼 他不是沒有佛教 是已經婆羅門教化 就印度教化 就變成印度教了 那所以 慢慢慢慢 如果如果我們現在的佛教 死了 要燒往生錢 要燒蓮花 然後 要燒這個往生船 久了久了也變成道教化 真的 就就變成這樣 好 再往直下看 所以他這裡 我們來看 第三頁這裡 好 他說 離聚廢斗的創造戰歌以來 就是戰頌諸神 那麼一元傾向的創造神話 一元是什麼 一個根本 一元是 元是根本 就是根本 那通常這個世界 有所謂的一元論 二元論 跟多元論 一元就是這個世界 唯一的根本 世界 從他開始 眾生從他開始 基本上這個叫做唯心論 比如說 完全沒有狀態的時候 犯天創造的世界 基本上就像這樣講 那麼 或是 這個就是 唯一的根本 唯心論是一元論 唯物論也是一文論 就是 這個物質 世界的根本 是眾生的根本 這個叫一元論 唯一的根源 通常是唯心跟唯物 都是一元論 二元論就是 精神跟物質是 兩個根本 同時存在的 那麼 多元論就是 有很多 有很多的根源 那麼形成了這個世界 經 就是 原來是預言情 創造神話 那 我們中國叫做 盤古開天 盤古是 盤古是 一開始 這個世界 出了最早的 經過 論 化 而 本源 宇宙 是 開始 就上帝 上帝 說要有光 就有了光 說要有人 然後就創造 先創造一個 然後從 亞當 拿出一個 來創造夏娃 跟夏娃 創造理論 就慢慢形成了這個 眾生 所以 實在 那麼這個在奧義之中 稱為 就稱 煩 好 神具有這個人格啦 有人格方面的神 那麼就是犯天 三大神 你來說 印度的三大神 其實一開始不是 三大神的 有時候 有時候犯天為主 有時候匹斯弩為主 有時候師婆神為主 那麼 後來 變成 三位神一體 因為他其實是 就變成 世間現象的 身住面 那麼 一個是破壞神 一個是維持的 一個是創造的 就身住面了 好 那所以他這裡講 那佛陀時代其實是 犯天還是很流行的 現在如果一千間廟 大概只有一間是侍奉犯天的 其他都是師婆跟匹斯弩的 好 那有情生命的本質稱之為我 後來 所以有情是我 那我 就是來來去去生死的這個 不變的一個 不變的一個根源 那麼在生死歷程中 人類似乎是迷惘的 虛幻的 然而 探索到自我的當體 到底 真常本境的犯是同一的 這個是 這個是 舊奧義書的理論來說 所以說 我者犯人 這個是奧義書裡面說的 那因為 佛陀 比如說 奧義書裡面 一頁輪迴這個 佛陀是肯定的 當然是 這個 這個 真心的放瓦論 那麼回歸到放我 你見到真我 那麼你回歸到放瓦就得解脫 這個佛陀是否定的 好 不過我們後來 後來尤其是北傳佛教 那麼應該是從南北朝的大波涅槃經之後 如果 如果從中國佛教史來看 就是從大波涅槃經之後 那麼 講真常唯心 那麼後來就 比較 也 回到原來的放瓦論 像人眼經也這樣講 那大波涅槃經也這樣講 那麼 就比較回歸到所謂的真我 那 這個 他說 自我是超經驗的純粹直觀 那麼西方人就 把這個我分成自我本我超我 那麼他說自我是超經驗的純粹直觀 所以是不可認識的認識者 不過這裡都是從犯 從廢陀經裡面 從奧義書來 應該是從奧義書 從奧義書怎麼來說這個我 真我 來講的 所以現在是在講奧義書的這個 裡面的理論 此唯一不二的主觀 就是 犯賤 那麼 既是最高的歸書 好 這是 奧義書說的這個 這個 真心的犯法論 那像林彥均就這樣講 一切眾生無死以來生死相續 皆由不知 常駐真心信盡明定 用諸妄想 奇想不爭 故有人轉 你看他講的就很清楚 那跟這個華顏經講的 華顏經還沒有這麼詳細的說 華顏經只是說 那麼 如來智慧 具足在 眾生 一切眾生生中 那麼 這個 與佛無益 如來智慧 具足在一切眾生生中 與佛無益 與佛無益 那麼眾生 眾生 那麼 顛倒 用就是 顛倒妄想 所以不知不見 不生信心 他還沒有講到那個真心 他只講到 眾生 基本上 具足 一切如來的功德 就是 我們 就是 我們有那種潛能 沒有開發出來而已 開發出來就跟佛一樣 能源經還不是 雖然講維新 但還不是真產維新 這個有點不一樣 那你這樣後來 慢慢慢慢就有一點點改變了 那麼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後來 中國佛教 大概從 南北朝 大波涅磐經 大波涅磐經在當時是 當時是引起很大的 這個 隨草隨文地辦了佛教大學 其中有一門就專門研究 涅磐經 大波涅磐經 那我們剛才來講 那麼 人言 一切眾生 無死以來 生死相續 皆有 大概這樣 你們如果我有少幾個字 或是要斷幾個字 差不多一樣 但是 無死以來 一切眾生 之所以 無死以來 生死相續 生死相續 皆有不知 常駐真心 你看 信盡民體 用諸妄想 其想不爭 故有輪轉 你看跟這個奧義書講的是不是很近 用諸妄想 其想不爭 其想不爭 故有輪轉 他還不是一元論 他認為 人言經認為 一切 一切草木履結 鮮有體 鮮有體 不知 也是有他的根源的 有他的自信的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了 用諸妄想 其想不爭 故有輪轉 我背大概是這樣 但是 具體 應該差不了多少 用諸妄想 其想不爭 我輪轉 但是 也不是 一元論的 他認為 一切草木履結 鮮有體性 自虛空 亦有相貌 你看 一切草木履結 雖然 鮮有體性 基本上就是 那部派裡面講的 三事實有 那麼 法體很蠢 有那個法體性 法體 就是自信 鮮有體性 乃至虛空 亦有相貌 這個 好 那你看 那 人言經是比較後期的 早期的花言經 雖然也講 唯心 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 唯心 但不是唯真心喔 還不一樣喔 後來慢慢慢慢 就 就開始 你看 就開始 傾向 請向原來的 原來的奧義書的觀念 華言經是這麼說 如來 如來自慧 聚足在一切眾生身中 與佛無益 那麼眾生顛倒享負 過去在現在在未來 不在過去不在未來 寶基金說的 他直接關心 那金剛金 一樣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就是你關心在過去不可得 關心在現在不可得 關心在未來也不可得 就直接關心 他不用再關射 然後心裡面分受想形式 是不用啦 你看 後來大聖佛法就強調心是阻擋 那確實心也是阻擋 好 那如果另外從一個角度來看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 願行如芭蕉 事如彎晃 一一關 那我們剛才寶基金 寶基金就 心不在過去不在現在不在未來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人眼睛一開始也這麼關 但是他的結論是 有一個真心 但寶基金的結論是沒有一個真心 阿含金也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是 他關 人眼睛也是一樣關 阿難 關這個七處真心 但是方法是這樣 但結論不一樣 好 那麼心的體心如果有 那麼他在過去在現在在未來三十嘛 那麼在內在外在中間三處嘛 那麼心的體心要不是善就是惡就是無忌嘛 阿含金裡面講的什麼 內外好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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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心 從這兩個地方 不好 就善惡無忌嘛 那從壞心壞心裡面有貪稱吃三毒 不毒是貪是稱是吃 所以 三處關三十關三毒關 那麼直接關心 那 這個 這個如果從金剛經裡面來看 那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 他也不用三處 也不用三毒 直接關什麼 三十 直接關三十 你確認了心不在過去不在現在不在未來 那都不在了 那哪裡會在有內外中間也沒有啊 那都沒有了你確定心是虛妄的 他就沒有三二無忌的問題 也沒有在哪裡的問題 因為他不存在啊 那麼其實他就直接關這個 你看 那麼如果阿含金 色乳巨墨 色乳水泡 響如元宴 行如芭蕉 事如煩話 他直接關一切法 夢幻泡影露殿 那你看 那麼是不是很簡潔 那麼直接 那 這樣子的 所以到了大聖佛法之後 開始 由這個身心轉為 直接關心 直接關心 那這個是一個轉變 但是到了後來慢慢慢慢 本來本來是無我的 後來就變成有我了 開始會這樣 好 那這是一個轉變啊 佛教死 思想死就是思想的轉變嘛 只是我這個是把後面的提到前面來講啊 好 我們再往底下看 成是合合 跟成合合身處 處去受想失 這個詩 這個詩就是一個包含 包含 包含 以我見我愛 為主的一個心 那麼在經過境界之後 他推動 他有 他有這個意願 那麼推動這個身口 形成的一個身口業 所以無名言行 所以無名言行 這個行基本上就是 私以願 經過你 內心 內心 省慮決定 動發 之後 推動身口 所造成的 一個行為 那這些行為 就會產生 業 這些業 業其實就是一種 潛在的影響力 那麼 營有業有 現有的影響 跟未來的影響 那麼 那麼這些潛在的影響力 累積到一個程度 那麼他就會 就會 就會 敢遭國報 那麼就會不斷輪迴 善業惡業 三善道 三惡道 這個不施業 沙生業 沙生就短命多病 不施就比較 未來就比較富貴 尊榮 持戒就比較尊榮 不施持戒就比較會富貴尊榮 好 那麼這個是 所謂的 造成 自己 未來的身份 那麼業有些是會現世報 現在就會感受到 有些是累積 一定的程度 未來會受報 所以 業也其實也蠻複雜的啦 好 那麼業 澳於 所以他這裡講 人 依慾而成 因慾有意向 這個都是奧義書裡面的話 那麼 因意向有業 那麼 依業有有果 這個意向就是你內心 內心有那個意願 一般我們叫做 絲 受想 絲 這個心 所以絲心手 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手 那麼 因為這樣 無名言行 這個一夜 一夜而塑泡 那麼 無名言行 行元寺 四元名色 四根名色 就是一個果報 就五韻嘛 四根名色就是五韻嘛 那五韻會造業是從哪裡來 從六根來 六根對六處 所以四名色 六路處 然後之後 處就是 因境界而產生的心手 那麼就有所謂的 受想絲 處受 想絲 但是原題只是講到受 那其實就是受想絲 有受就一定有想有絲 那麼 受就一定會造業 那麼就 絲之後 他造業的根本在 愛跟娶 愛跟娶 因為這個絲心手 受之後 想絲 這個絲心手 會造業基本上是因為愛跟娶 我見 四娶嘛 那麼 直娶 那麼 娶就是 貪戀不捨 就是你 堅定的 決定的要這樣做 那麼他就會形成一個 一個比較 比較 必受報的業 那麼 所以叫做故意 故意做必受報 那麼 不故意做的不一定受報 因為他 因為他主要是絲心所在決定的 佛法是這麼說的 好 那麼 那麼這裡 我們把這個稍微講一下 所以 他跟真我論 奧利蘇的 奧利蘇的業力說 跟真我論相結合 那我為自身的行為 那我為自身的行為所限制 拘束束 因為他 有自身的行為 不斷 神的行為 那 自身的行為 但是 那 他 所以說 那些文化都是升天的思想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升天的思想 到神那裡基本上就永遠的 永遠的這個 永遠的這個 這個得解脫 類似就是永遠的這個清淨 像基督教也是這樣 其他的宗教都是這樣 重點是到神那裡去 接受神的庇護 那麼永生 那麼而且快樂 但是解脫思想有一點不太是這樣 他不是升天在天上享樂 而是回歸到自我本身最純淨的本質 不再有生死 那麼升天的思想是 他是活著 而且永遠活著 而且健康幸福美滿的活著 那這個是觀念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開始有解脫思想 奧義書之後 那麼開始有解脫思想 奧義書之前 奧義書之前 婆羅門教基本上是升天的思想 那麼當然後來有所謂反對 婆羅門的六派六四外道 他也強調 根本就沒有解脫 也有這個的 但是如果以廢陀經來講 他基本上是一神論升天思想 他並不是那麼當然奧義書還是從廢陀來的 但是他已經改變了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現況是在輪迴 第二個是一夜而輪迴 第三個 你不輪迴 就是一種解脫 那麼每一個人都可以解脫 這個已經是改變了 好 我們先下課 神經病 神經病 是 villagers